小兵屋把一大碗醋当成小剑给大将,大将强忍着喝完,终成两阵藩帅文格瓦拉同志,真实的历史远比小说精彩, 这句话用来形容唐朝某位官员,简直在恰当不果,就因为在宴会上强忍着喝下士兵,因失误而端给他的醋,竟然就此迎来命运大转变,不仅成为两阵节度时,而且每名远过内外,被天下视为仁德君子的典范, 这位经历传奇的人物,便是任敌解,唐德中年间,779-805年,天德君极度使李景日,以性情残暴,治君严苛著称,常常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,就对犯错的将士鞭吃锤打,其中不乏被活活打死的。 正因如此,将士们把李大帅视作严罗王,每天活得是战战兢兢,如履活兵,非常担心会犯错,挨法。 李景略以性情残暴,治君严苛著称某日,李景略设宴招待辽署,二号首长,汉官任迪显等人应邀出席,且说在九席宴间,李景略的心情出奇。 好,频频催促士兵端酒上菜,若稍有延迟,便会对他们进行购骂。 就在士兵们忙得团团乱转之际,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,一个不走心的小兵,误把醋当作嗜酒,竟将一大碗醋端给人判官。 哼,再把醋碗端给人判官的一瞬间,小兵才发觉味道不对,此刻他的心情忐忑惶恐,手脚也不自主地颤抖起来。 任迪捡到一股刺鼻的酸味,立刻明白原因,但面对楚帅的连番劝酒,甚至若将实情告诉他, 小兵极可能性命不保,所以,为了帮助小兵掩盖失误,任迪捡强忍着,将一大碗醋灌入腹中,并强撑到宴席结束。 任迪捡强忍着喝完醋,并为小兵求情,然而,任判官能护弄过李大帅,但却终究骗不过自己的胃, 结果宴席刚一结束,便连土两口鲜血,让见到的人无不震惊。 李鼎略见状便询问原因,犯错的小兵惶恐至极,难仅向主帅自首,并祈求饶命。 李鼎略闻言气得鼻子都歪了,一脚变,把小兵踢翻,然后下令执法官将他推出原门斩首。 任迪捡强,便强撑着并起,帮助小兵向主帅求情。 李鼎略见任迪捡言辞恳,便答应饶过小兵的死罪,只是重打数十军棍而已。 就这样,本应奔赴鬼门关的小兵保住了性命,无论怎样看,都是个天大的奇迹。 经此一事,不仅是犯错的小兵,就连其他将士也对任迪捡钦佩至极,感恩图报的种子,就此种在他们的心中。 任迪捡为天德军判官,军焰后至,当饮公酒,军力勿以促着。 迪捡以军使李鼎略言报,发之则死者多矣,乃强引之,吐血而归。 军中文者皆感气,景律因为之圣刑,建唐国使部圈中,监军因为囚禁任迪捡,差点酿成兵便之所以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,任迪捡因为自己的善行,最终收到成辈的回报。 且说蜀年后,李景略并死于任上,天德军一时间没有了掌舵人,由于任迪捡身得将士们的爱戴。 所以,很多人便想拥立他为主帅,然而监军换官文训后,却将任迪捡囚印在别市,并连查他是否有唆使士兵驻其夺位之险。 士兵听说任判官被囚,全都气愤填膺,也顾不得什么朝廷法令,索性报传去捷御,将任迪捡救出。 监军见事情闹大了,便向朝廷上奏,请求派员到军中视察,严肃处理。 好在德宗还不算糊涂,派了个明白人到天德军视察,很快便清楚事情的原为。 皇帝见将士们一致拥戴任迪捡,索性顺水推舟,任命他为节度使。 唐德宗顺水推舟,任命任迪捡为天德军番帅这还不算完。 数年后,河北三强番之一的义顶军,发生人事变动,节度使张茂钊自请入朝为官,并做请派一位为政宽简,擅辅士族的大将,接替他的位子。 此时在位的唐献宗斟酌多时,认为任迪捡是再好不过的人选。 所以,在太和二年八百零七年,献宗便任命任迪,简为议定军节度使,吉景略足。 众以敌检党者,异请为帅。 监军史闻之,居敌简离为氏,军众连呼而至,发护兴许之。 表文,德宗史察言,居以军情斗,屠丰州刺史,天德军史。 即张茂招去议定,以敌简为行军司马。 既至,寻家简校公布上书,冲节度使,建旧唐书列传第135,张茂招入仇后,唐献宗任命任迪简为节度使, 就因为在宴会上强忍着贺下士兵,因失误而端给他的簇,任迪简的仕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 连任两个翻任的节度使,并且美名传遍天下,人生实在是过于传奇。 由于任敌简的命运转变,跟喝下那碗醋有很大关系, 所以,食人便称呼他为瞎醋结帅,食人呼为瞎醋结帅。 见唐国史部卷中,这也是一则美谈了。 史料来源,旧唐书、唐国史部,资质通鉴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